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费萍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法文出身 最能掌握市场法文出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然后费萍好 各位听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将挂指数的坚最高在17,153点 最低在17,020点 收盘的时候跌了84点 来到17,056点 才要总值是3371亿元 来听朋友们 今天我们手上的股票 多档好股票表现相当的不错 等一下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目前这样的一个盘式 到底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来布局 才能够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呢 赶快请教老师 那昨天 这个7月4号 是这个美国独立纪念日 那我们看到这个美股市修市的 那照说了 美股修市少了一个美股的一个影响 今天其实很有机会 能够让台北股市 能够延续昨天的一个涨势 不过很可惜 看到今天整个AI相关的一个题材股 是出现集体的一个回档 所以拖累整个大盘开低之后 就一路都在盘下的一个震荡 对 那再加上 再加上 其实就目前来看 整个外资 它的一个态度 也不是说特别的积极 你不能讲它看空了 但是它没有说很积极 对 那这个 没有出现大幅的买潮 那当然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新台币汇率的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近期 这个新台币汇率 即便说你说这个礼拜一来 礼拜一礼拜二 都有恢复到小幅的一个升值 不过今天怎么样 又出现了一个贬值 对 而且今天的一个高点 应该讲低点了 每股美元的高点 今天台股的低点 已经到了上个礼拜五的一个低点 31.145 也就是说 其实目前来看台币了 在汇率上面 还是对于多方 它是比较不利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外资当然 它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动力 来做一个大幅的一个买潮 那如果说盘面上 有利空 然后外资 台独又不特别的一个积极 那在这个新台币汇率的部分 又呈现相对是比较弱势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当然 其实以目前来看 似乎大盘 短线上面 先做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我想这也就是必然 而且我想这也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也就不太多说了 但是 我一再告诉各位的 当大盘 它陷入到所谓的一个区间震荡也好 又或者是一个碎步前进也好 反正指数只要不是急行军的一个状态 只要不是崩跌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说过了 盘整怎么样 盘整就是出标股 越是在整理的过程里面 盘面上标股 它更是怎么样 更是会满天飞 就好比说你说今天 集中市场盘中一度还跌了120点 收盘也是跌了84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是你看到今天上市柜 涨停板的加速 却高达怎么样 却高达30加之多 哇30加也 光涨停了就30加了 那更不要讲创新高的了 对不对 对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 现在这个行情 它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行情 只不过 整个指数 它并不是每天都在喷 但是整个赚钱的机会 它还是在的 而且怎么样 还是一个赚大钱的一个机会 你不要说什么 今天大宇兹 是不是又这样停了 是的 你说奇阳 我们上个礼拜 带会员买进的 也是跟AI相关 这个奇阳 今天怎么样 差一点点 就怎么样 就要拉出第四根的涨停板 而且是怎么样 四天四根了 是的 对不对 你说有没有赚钱的机会 有啊 是不是赚大钱的机会 是啊 对不对 但是即便现在是一个好行情 即便现在是有赚大钱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一再强调的 你要怎么样 你要用对方法 没错 对不对 是 为什么要用对方法 重点就是我说过 现在就是一个震荡轮动的一个格局 既然是一个震荡轮动 我说过节奏步伐 你绝对怎么样 你绝对不能够乱了套 没错 你不要说该你进的时候 你偏要退 该你退的时候 你偏偏又要带着钢柜 一路往前冲 不可以 那这样子你怎么赚得到钱呢 我就好比说我们刚刚也跟各位提到了 16111 大宇兹 今天怎么样 又攻上掌停板 对不对 排面上又开始一堆人 又开始 哇大宇兹好啊 大宇兹妙啊 大宇兹如何如何 但是我只问你一句话 在大宇兹今天攻上掌停板之前 前面几天在整理的时候 有哪一个人 在节目里面也好 又或者带着他的会员 有去买进大宇兹 你只要告诉我一个就好了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全部都是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要不就今天 要不怎么样 要不就上个礼拜一 礼拜二 当大宇兹 两天攻上 两天掌停板的时候 大家都在歌功颂德 对 有没有 后来到了上个礼拜三 一拉回以后 大家全部都闭嘴了 是 对不对 但是我们怎么做 我们 确实带着会员 趁着股价拉回到 100块附近 怎么样 我们接着再买 因为我当时 我在节目里面 我也很清楚的告诉你什么 又回到100块附近 你当时没有能够跟着我在八字头买进 甚至于在九字头买进 现在回到100块附近 那又是一个机会 是 我说真的假不留 假的真不留 我欢迎投资朋友 你可以去问问看我的会员 有没有趁着大宇兹 再拉回到100块附近的时候 我们继续再买 那你看今天大宇兹 又再度的攻上掌停板 来到111块半 眼看着差一块钱 又要再改写新高的一个记录了 那你告诉我 你有哪一个赚不到钱 更不要讲说大宇兹 我们从八字头就开始过去了 有 九字头继续再买 是 到今天你看 纵使拉回到100块附近 我们都还在做家吗 对 但是如果说你不是按照我这样的方式 你是在上个礼拜一礼拜二 涨到110 120 112块的时候 当大家在歌功颂德的时候 你去追高的 纵使今天 我说你买在112块半的 纵使今天攻上掌停板 差一块钱就要改写新高了 但是很多人我敢讲了 还在等解套 好 对不对 同样一档股票 为什么命运差那么多呢 是啊 是我告诉各位 你这方法就不对嘛 对不对 那这档股票 你不要说我的会员的操作了 我说过 你纵使你不是我的会员 这档股票 所有的听众朋友 你告诉我 这我是不是送给你的股票 对 什么股票 黄金纵啊 我说老朋友都知道 为什么叫黄金纵 就是代表 他有跟黄金 甚至比黄金还要有价值 所以叫黄金纵嘛 是 对不对 我今年还送你两颗了 两颗 对不对 你说你纵使不是我的会员 好 你大宇兹 这是大宇 这个黄金纵一号吗 对 你选的是一号的 好 你大宇兹 你纵使没有跟我们一样 买在八字头 可是你自己说 你在放假期间 你拿到这颗黄金纵 你再放假回来 6月26号当天 你是不是很充容的 可以去做买进 没错 那天开盘 你回去看 那天开盘 大宇兹多少钱 93块半 是 你需要去追在110几吗 不用 你还是买在九字头啊 对的 那你看 你买在93块多 纵使这过程 里面 有经过一天的跌停板 甚至有两天的一个拉回 可是 你会不会怕 不会啊 因为 再怎么样 这还是在100块附近啊 也不会到你的成本啊 你还去赚钱啊 甚至你买的不够多的 我说拉回100块是附近 是一个机会 你在家嘛 你看今天 你是不是又赚了更多了 没错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追高的 你现在到现在 你可能都还在等解套 是不是又再一次印证了 方法很重要 那除了黄金纵一号 还有哪一颗 华友就是二号嘛 当时大宇兹连续两根 喷喷 两根涨停板的时候 当大家都在告诉你 有多好有多好的时候 我说过了 如果你没有 跟我们买在八字头 九字头的 你这个时候来追 你的成本是不是又差 我们又太多了 是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给各位的建议是什么 你赶紧把握怎么样 黄金纵二号嘛 因为一号出去 代表二号怎么样 它随时一触即发嘛 所以你看当时 我一直告诉各位 一号你没拿到的 你赶紧把握二号 好 因为二号正准备怎么样 蓄势待发嘛 好那这档股票 其实我也公开给各位了嘛 好 3363的上全嘛 是 那你看上全 今天也是创新高啊 没错 今天有没有一堆人 也在告诉你上全怎么样怎么样 CPU如何如何 有没有 有有有 但是我只问各位嘛 一样啊 今天日再来告诉你上全 有多好 CPU有多便 坦白讲 你看自己不会看 它的好 你看它创新高 你不知道它好吗 创新高就代表它就好嘛 对不对 问题就跟大鱼姿一样嘛 是 你回过头去看 现在大家都在讲上全好 不奇怪 对 对不对 问题是谁 在上全 还在40出头的时候 甚至于大家都还不知道 什么叫CPU 不知道上全跟CPU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联动 它也是AI很重要的 一个层面的时候 有没有 有 谁带你先布局 先考虑 老师 对不对 我说过 从放假回来 我指的是端午节 放假回来到现在 今天也不过 就第八个交易日 对 对不对 可是你看 两档股票 一档大鱼姿 对 一档 上全 而且这个我都是提前带你布局的 都是在喷出之前 我就带你先卡位 先布局 有没有 两档群重 是 我都投这票 你每天看那么多的节目 你听那么多的节目 我相信 其他的一个节目 其他的专家权威名师 也偶尔也会给你一些 我什么 送你一档股票 或者怎么样 我只问各位 人家是怎么做的 要不送给你的股票 就不会动 对 对不对 要不怎么样 就给你个五档十档 散弹打鸟 对的我就拿出来讲 对 对不对 可是你看 我只给你两档 对 而且当时我讲得很清楚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他什么样的一个题材 甚至于价位 我都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说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这也不能够事后 拿一支来打 对不对 那是没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两档 两档权重 是啊 有谁 譬如说你在节目里 你在这个股市里面这么久了 你也听了那么多的一个节目 跟过那么多的老师 有哪一个能够像我们这样做的 是的 而且不是只有端午节 这个黄金重 这两颗权重 还记不记得清明节 我们给各位的是什么 是 大桥 小桥 有没有 你回过头去看 大桥小桥 有没有一样两档权重 有的 你看 你说这是偶然吗 这是住戏也吗 这是一个巧合吗 我相信 这就是一个实力的一个展现 毕竟我们是用全生命 怎么样 再帮各位来做一个选股 没错 对不对 就好比说我们另外 大家都知道 我们刚才提到 这个奇阳有没有 有 3564的奇阳 会员手中的股票 今天你看 今天也是拉出将近要第四根 差一毛了 差一档了 对 就拉出第四根的场停板了 是 我们这张股票是今天才讲的吗 不是哦 我们上个礼拜就先布 可以去问会员吗 我说真的假 或者假的真不了 我们上个礼拜就布局了 对 但是如果说你到今天 大家都在讲的时候 你再来追 你看你成本又差我多少了 就好比说今天 我也听到有人在讲 有人在讲这个宝瑞 对不对 因为毕竟升级股 今天动上来了 当然从整个升级股的 一个轮动的一个过程 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行情 因为大家都有机会 对不对 你看过去涨电子 你看前几天 在整个一个长龙 在航运股也上来 船铲也上来了 那现在在整个升级月 这个所谓的一个题材 那个加温之下 今天整个宝瑞 升级股也开始有轮动 对不对 那其实我说过升级股 我原本就看好 大家都知道 甚至于宝瑞 也是我们一路看好的股票 对不对 你看这张股票 我从二字头 应该讲是200出头 还不是二字头 是200出头 我们就帮各位掌握了 到今天 它已经创下了 852块的一个新的 历史新高的一个记录 你说很奇怪 我们一点都不奇怪 在今年年出生去 在去年的时候 我就已经告诉你 它今年的获利怎么样 做四万五 对 对不对 至少四个股本起跳 对不对 所以不奇怪 对不对 只不过 现在大家带来讲 它有多好有多好 这样说好了 很多人看它看一千 现在800多块 让你买涨到一千 那你显然能够赚多少 如果你跟着我们 买在二字头 而且还来回操作了好几趟 你说同样一档股票 你希望怎么样的一个做法 能够让你能够赚得更多 好 谁说听完 到底怎么样用对方法 在对的时间点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好的股票 能够赚波段好行情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告诉您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 恭喜我们的会员班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进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进场来 布局的好股票 今天我们的大雨滋 又攻上了涨停板 最高来到111.5元 恭喜我们的会员班 恭喜大家又赚到了 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的旗洋 差一点点 就是第四根涨停板 最后听众朋友们 老师有说了 在对的时间点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而且要用对方法 就是要走在故事的前面 你看我们的大雨滋 是不是大家 都还没有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跟着老师 进场来布局了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 111.5元 恭喜我们的好朋友们 通通都赚到了 最后听众朋友们 到底接下来 我们要怎么样用对方法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下一档好股票呢 不要忘记了 今天在节目最后的广告 一样一样要打电话进来 来抢名额 英文的一样 我先透露一下 只有十个名额 先把电话号码告诉大家 待会我们广告一播出来 你就可以播出我们的专线了 02359333 02359333 大海特务电话号码 02359333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马上回来 今天我们是苦师 罗宾 汉梅之学 罗宾老师跟沸平向 陪伴大家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来布局呢 节目最后广告 一定要打电话进来 要去抢名额 好听的歌曲《甄秀珍抬头望一望》 我听到你在对我呼唤 抬头望一望 我从你春晴的目光中 得到无限的温暖 用微笑来回来 欢迎今天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沸平衡 你邀请到是我们的专家 乔若老师继续回来 怎么样用对方法 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怎么样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跟着老师来赚 波段好行情 老师 我想我们在上个阶段 又再一次的跟各位重申 不管是行情有或没有 其实操作的一个方法 很重要 那就非常的重要 尤其不要以为行情好 你闭着眼睛乱射一通 你都能够赚到大钱 我想那是不太可能的 不是说你已经赚不到钱 但是我讲的是大钱 你想要真的赚到大钱 你就必须怎么样 必须要用对方法 毕竟你来股市不是为了赚零用金 也不是为了加财金 怎么样能够赚到大钱 就是要用对方法 就好比说我一直告诉各位的 对不对 尤其你有资金的 你绝对不能够乱追一通 看什么墙就去追什么 尤其在这样的一个轮动格局 我说过的 你看到什么墙你去追 第一个 你成本是不是就比人家高了 你成本比人家高 你的风险就比人家高 风险高 你胜算就低 胜算低 你当然会压缩到利润 再者 你去追勾 你想 你敢买多吗 我不要说我们刚也举了611的 这个大宇兹为例 对不对 大宇兹 我们从八字头开始买进 九字头再买 甚至在放假之前 把它当成是黄金中一号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纵使你不是我的会员 从八字头开始布局 九字头再买的 你拿到这档 你不是会员 你是我们忠实的听众 你在放假前拿到这档股票 你在放假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 6月26号一开盘去买 你还是可以买在93块6 没错 到今天股价111块半 打赚 是 对不对 而且你是趁着拉回 或者说在发动前买进 你绝对敢重压 对 对不对 你买的低买的到买的多 一发动 你当然就赚得到赚得多 而且怎么样 赚得快 赚得快 可是相对的 如果说你是等到涨上来的 就好比说 到以至于发动以后 连续两根涨停板 一口气供到112块半 当时全市场都在歌功颂德 都在告诉你 他有多好有多好的时候 纵使你那个时候去买 你敢买多吗 已经连续喷了两根涨停板 而且最重要距离我们的成本 我们是八字头了 就涨到110几块了 你敢不敢买多 你不敢买多了 对不对 那纵使他未来再涨 你说他整理过后 现在又回到112块半了 我就快解套了 好了 就算以后你除了解套 又赚钱好了 你不敢买多 你还是只是小赚而已 你赚的还是加赛金 你赚的还是零用钱 我想这绝对不是 你来股市的一个目的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 用对方法很重要 再者 我说最实际的一个方法 如果说你只是看到 什么股票在涨 你就去追 当然我说也确实 有这样的一个门派 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可是如果按照 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的话 我说你根本不用跟老师 对呀 你什么股票在涨 你看不到吗 自己买 你自己买就好了 对不对 你何必要跟老师 跟老师不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想方法很重要 那我的方式 我想各位也都看到了 对不对 你说黄金纵一号 大宇兹 八字头买进 九字头再买 今天一百一十二块半 对不对 一百一十一块半 当时拉回到一百附近的时候 有没有 我们还在做加码 是 到今天你说哪一个是赚不到 哪一个会来不及 对 二号上全 现在大家都在讲上全 是 CPU怎么样 有没有 谁带你买在四十出头 现在五十几块了 老师 现在创新高五十几块了 当然大家创新高股票 大家都会讲啊 对 问题是谁带你买在四十出头 谁带还没有发动 带你先布局 对不对 对 这个就是我的方式 更不要讲 你看之前的清兵节的大桥小桥 不也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吗 所以方法很重要 尤其你有大资金的 你想要改变的 我说过下半年 又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 全新的月份 全新的季度 全新的一个下半年 当然也是全新的机会 因为法人有全新的一个布局 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变 你过往的一些 所谓的操作模式的 那么我说过 你先准备一百万 你先准备一百万 你只要先准备一百万 是 我来帮你规划 我先让你看到效果再说 是 看到效果之后你说 我后面还要再加码 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五百万 那等到你看到效果再说 都来得及 现在最重要 是让你先看到 怎么样能够改变 对 所以我们的预约下半年活动 就是要让各位 从现在开始 跟着我们一路赚到年底 让你赚好赚保 赚满以外 怎么样 今天前十位 打电话进来的 我还让你直接体验 好来 听众们 不要忘记了 我们来预约下半年 你只要准备一百万 老师要帮您规划 跟着老师 从现在一直赚到年底 让你怎么样 赚保赚好赚满 前十位好不好 直接带您体验 心动 赶快打电话进来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恭喜我们的会儿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进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 进场来布局 用对方法 走在故事的前面 就像我们布局大雨姿 今天工商的掌停板 一百一十一块五 我们在大家都还没有注意的时候 就进场来布局了 所以听众们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我们下一档好股票 来预约下半年 只要你今天准备一百万资金 我们老师要来帮您规划 而且从现在 带您一路赚到年底 让您赚宝 赚好赚满 不要忘记了 前十位好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好朋友们 还给大家直接体验 欢迎电话 赶快打电话进来 昨天十个名额又是秒杀 最后听众们 现在赶快赶快拨通 来抢名额 预约下半年 你只要准备一百万 帮您规划 从现在一路赚到年底 让您赚宝 赚好赚满 赶快打电话进来 前十名直接带您体验了 023659333 0236593335 您慢一点 0223659333 打电话进来 就是现在 大来国际投顾108 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最后一回应该说